5月28日晚,大熊猫鸭鸭在结束一个月的隔离生活后,乘坐包机从上海飞往北京动物园。 5月29日的凌晨零点,鸭鸭平安到达北京,回到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。 回到北京动物园,奶爸亲自给鸭鸭洗大笋,萌萌和萌兰的饲养员徐老爷也透露说,鸭鸭一到家就吃上了大笋。 鸭鸭健康状况也很稳定。 从最新的画面看来,鸭鸭皮毛干净,眼睛发亮,脸蛋也圆了好多,皮肤病也肉眼可见的好多了。 北京动物园表示,虽然鸭鸭是大家最关心的熊猫,但是为了让鸭鸭好好休息,不会考虑让它对外展出。 等鸭鸭回来之后,我们会给它做一个非常全面的体检,那之后的这个安排说这个展出或者什么展出,都是以它的身体健康为基础的。 希望鸭鸭回到妈妈曾经生活过的北京动物园,有萌萌、萌兰、鼓鼓、胖大海等等小伙伴们做邻居,能好好享受快乐的退休生活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